你的第一个问题是 我想跟未来的对象 能够一起养一只狗 来 张文超 男嘉宾 你好 我想问一下 你好 就是如果我们一起养一只狗的话 那如果没有走到最后 那这个狗怎么办 那如果我觉得对狗好的话 肯定是交给我放心 我可能会要过来跟自己养 如果说你喜欢的话 或者是你想带走的话 我也会尊重你的选择 对 那如果你留着这只狗的话 你看到这只狗 不会就想到一些过去的事情吗 那如果依照你 你觉得一个比较好的处理方法是 我觉得如果能走到最后再养 那养的时候谁知道 对 对 那俩人结了婚 生了小孩也不知道 这是一个特别浪漫主义的提问 但是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回答 陈奕涵 男嘉宾 你好 那就是如果你的另一半 特别怕狗呢 因为我是真的怕狗 小时候被狗追过 然后有点阴影了 是这样子 我小时候其实也有被狗追过的经历 但是我首先会尊重你的想法 如果说你不愿意养狗 当然也OK 因为家里毕竟已经有两只小猫了 我有两只不偶猫 就是我不会强迫你做任何不愿意做的事情 好的 谢谢 14号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您这么想养狗 为什么一个人的时候没有养 反而是就是 想要未来两个人一起养的 好问题 A 是这样子 我觉得养猫的话 跟养狗的这个体验是不一样的 养狗的话 是更多给到你一些陪伴感 然后养猫的话 它相对来说比较偏独立一些 然后我觉得 在两个人一起陪宠物成长的过程当中 其实也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也能体现女生的这个责任心 或者是爱心 对 你是不是怕自己 就是起不来遛它 客观来说也有可能 但是我觉得 如果能两个人一起去遛狗的话 肯定是更加幸福的 我跟你们分享一下 对这件事 我这边掌握的大数据 只要两个人一块养了狗 或者养了猫的 绝大多数 在相当长的一个阶段 一定有联系 两个人一块养只狗 几乎约等于有个孩子 他因为有个共同抚养的过程 养了两年 一分手了之后 一定还会多多少少 和这个小生命 他会有点联系 所以两个人决定 一块养条狗 或者养个猫的时候 应该在两个人感情 比较牢靠的时候 做这个决定